沙拉越政府夺回石油控制权的努力取得初步胜利 联邦法院今天裁定拒绝发出准令给国油公司挑战沙拉越石油控制权案件 马拉雅大法官丹斯里阿莫·马洛指出 联邦法院认定这起案件应该先交油高厅进行司法审核 况且根据1958年沙拉越石油开采法令 国家石油必须遵从州政府权限 因此联邦法院拒绝了国油的申请 并下令国油支付5万令吉的糖费 沙拉越州政府是援引1958年石油开采法令 宣布从7月1号起夺回州内石油开采的监管权 此举引起国油公司不满 进而入禀联邦法院要求法庭根据1974年石油发展法令 来判定我国的石油资源是否属于Petronas独家拥有 目前沙拉越每年只获得5%的石油开采税 因此石油税争议在大选前延烧 西蒙在竞选宣言中表明将归还沙州20%的开采税 随着联邦法院今天的这项判决 意味着Petronas想要独家占有我国石油和 天然气的努力遭到阻拦 同时也为沙州政府控制州内油气资源的行动 扫除障碍 NTV7综合报道